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少的 中国传统文化下产生的有钱人基本都是靠手材发架 而不是单纯的靠冒险 方法三 抢财这里的抢财 并不是真正的去抢夺他人的财产 而是说在面对发财机会的时候 自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积极行动 而不是只看着不行动 这样只会让你永远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 很难发大财 方法四 分财这里的分财 指的是在得到收获时 不要忘了自己的合作者 要让合作参与者利益均沾 才有利于自己事业的长远发展 也能促进与合作者之间的关系 以至于自己的财运 不会像过山车那样起伏颠簸 方法五 乐财在追求财运的过程中 切记把自己变成财奴 要把追求财运当成一种享受 但需要花钱的时候也不要太过吝啬 根据运势流年进退得大 张识有度 不因暂时的困顿而沮丧 不为短时的富有而张狂 本文作者是一桌堂的师傅 更多分享微信YIZHUO889 一桌堂专注八字命令 风水堪雨 转载请注明出处